科网股抛售暂告一段落,今次走势相当奇怪,是非常罕见的局部性股灾,周二美股奖价后服使,表面上风声学类,有不少中小型新经济股,在超高股值之下,居然亦是做好,指数之所以大跌,和之前大升时模式一致。 都是由几只大股主宰,恐慌情绪相当集中,难怪恐慌指数FIX在大跌时同步下跌,这一翼短线操作选手移回,期间节奏却未算大乱,只可惜太有信心过早投入太多,要守纪律无奈局部撤退,导致英赢变输,错在时机把握及注码控制, 看法一直不变,从来不是特别恐慌,软银大手买call一是曝光,市场暂时不似会大发慈悲狂怯上去放他走,走势转向横行的机会比较大,不宜过分敏感,看得太好或太淡,策略上应该以选股为主。 相比美股,近期A股走势更值得担心,因为美股跌浪明都明昌,一个普通市民就算没有参与其中,也会有一份恐惧感。 A股则是温水煮蛙式下跌,逐日割育,过程缓慢,没有大致标题上头版,感受到的不是恐惧,而是绝望无助,内循环是大主题。 A股消费板块一向避受宠爱,股值高企,近来没有明显负面因素股价如此十级而下,在走势改善之前,不宜投入太多,要担心敌暗我明,跌势可能随时加速,始终不算便宜,防守力不足,向来都会维持一个核心持仓。 现时当然不例外,因应形势,中美两地策略有所不同。 中港方面,除了家居必备的科网龙头,偏向防守性股份为主,前锋换后卫的微型板块轮动,似乎正在进行中,无谓硬食高估值消费股的调整浪。 美股方面,反而富向险中球,在中小型股中尋补,因为大股可能在远银渣科的阴影之下,市场欠缺有因大举进攻。 中小型股没有这个顾虑,但可以自由发挥,美股周二晚走势,应该是相当重要的启示。 当时中小型股无视纳指大跌,有力亦留疑上,证明指数指示平民百姓的参考。 职业选手未有理会,中美选股一面保守一面进攻,正好令组合平衡,如此因势力度应该没有太大问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ت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